而随着凯米台风逼近当中 各地区忙着房台 玉旅镇的山明地区西瓜农 眼看8月份就能够采收的西瓜 面临即将来临的凯米台风 也是会担心的 不过对于两个多月没有下雨的南区 农友则希望台风能够带来雨量 滋润农作物 但是又怕打风雨 因为西瓜是非常怕台风的 但心中也是相当的无奈 只好靠天来吃饭了 一早瓜农就忙着整理管线 因为天气炎热必须要来洒水 眼看凯米台风就要逼近台湾 瓜农表示希望这个台风给点雨量 让已经两个多月没下雨的花莲南区 度过干旱危机 这个也是有矛盾的地方 我们也是希望下一点雨 你下一点雨没有关系 最好是风 主要是风 风来的话怕它的叶子会受损 对生长就有影响 但是又希望有那个雨水 雨水是还好 雨水就还好 因为我们这干旱也有一阵子 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万能来最好是不要来 因为西瓜很怕台风 因为它的叶子很饱 台风来的话就糟糕了 异常的炎热也导致西瓜生长形状不强 走到西瓜园进砍西瓜 八月就要采收 但是形状小又长 天气太过于炎热 农作物也都反常 因为它二级温度高 它这次雨水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生长的速度没有很好 生长的情况没有很好 比较小颗吗 对 比较小颗 它的那个形状也稍微差一点 因为温度有点高 南区不仅仅只有台风问题 之前长期没有降雨 副里香玉里镇都有部分农地 因为地处的位置灌溉管线末端 造成供水量不够 虽然水利单位正在帮忙 但是当地的明代非常关心 现在不只是我们南区的副里缺水 同时我们的这个浴雨的部分 在193县的部分的太平渠 就是水利公众管理的太平渠部分 目前也是将所有的 虽然性能够利用的水 全部透过这个引导的方式 引进了太平渠 让这个中后段的民众 能够有这个农田用水 来充分的做二级座的耕作 面临即将来的凯米也是会担心 不过对于两个多月 没有下雨的南区 农友希望台风带来雨量 非常滋润农作物 但是又怕大风雨 因为西瓜是非常怕台风 非常无奈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